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 如今市场上的扫地机器人早已卷成了一片红海 市场已经细分的非常细致了 想要的配置只要前到位,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市场已经卷到这种程度后 专业做扫拖机器人厂商的创新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云金近期推出的这次扫拖一体机器人 在保留上一代超强的拖地能力外 弥补了扫地能力的不足和没有自动集成的遗憾 这台云金J4不愧是旗舰产品 满满银箱配件至少在分量上给足了 最上面的就是扫拖一体机器人本体 尺寸350×355×107毫米 高107毫米 重4.25公斤 比J3轻了250克 泡沫包装盒的边缘则是两个微型边刷和接站电源线 机器人采用常规圆形布局 在转向灵活性方面上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上方的激光雷达采用柔性连接到机器人本体 可以减少翻转机器人时造成的伤害的可能性 这个激光雷达搭载了LDS激光技术 能科学规划清扫路线 这能脱困 比那些一旦陷入死角就需要人为解救的老款机器人 这能了不少 别的不说 至少在清扫整个拍摄间的过程中 一次也没需要我们手动介入 当然可能我们拍摄间没有过意凌乱 对于那些习惯早上出门 随手启动扫地机器人的上班族来讲 真能省心不少 这次的雷达前方则是开关和召回两个实体按键 这点要给一个好评 没必要什么时候都掏出手机操作了 打开上盖则露出了Reset的舰口 需要取卡针等尖锐物体才能够出到 防止了误触的可能 后面则是沉河位 预装了一个一次性抗军承戴 将滤网和承戴结合 用后级丢的设计 让用户省去了清理沉河的烦恼 真正做到了人臣分离 附赠的沉河和两个备用的一次性承戴 则藏在下方基站的机器人舱里 可以说将空间利用最大化了 承戴替换只需要将卡扣对准按到底即可 安装承河时 则注意要按到底听到咔的一声后 卡扣复位才算安装完毕 倒垃圾时 按下开盒键下板会自动打开 无需伸手到内部清理杂物 做到了一键开盒 和污污保持距离 说完扫地机器人 接下来就该看看这个最引人注目的 超能无尘机站了 关闭上盖状态时 上滑出过面板就能唤醒机站 打开上盖就是两个水箱 蓝色为清水箱 白色为污水箱 在机站边缘有标识 就算把两个水箱都拿出来 机站内部也有防呆设计 如果位置不对会放不进去 清水箱内部除了一根末端带有过滤棉的水管 用来抽水洗脱布外 首次使用还需要手动安装银米子抗菌模块 污水箱内部则比较简单 只有一个福子 家庭溢水保护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最下面的机器人舱就比较复杂了 光物理结构就有三层 最上层的清洁盘 保证脱布污水不外溢 因为云金这次支持脱布智能抬升 扫地回洗时支持脱布自动抬升10毫米 实现扫脱干湿分离 避免脱布二次污染 整个机器内部只有清洁盘 能够接触到脏托布 中间的清洁底座用来承托边刷和滚刷 避免灰尘污染到基站 如需清洁 只用将两个托盘取下即可 避免搬动基站 也无需将手伸进机器人舱清洁 介绍了这么多硬件配置 正要使用起来还要配合软件 按照初次使用指南的最后一步 就该连接手机了 下载云金智能APP后 只要打开蓝牙和定位服务 将机器人逆推入机器人舱即可连接 之后的一键镜图一键扫脱 都非常简单易用 拿来送给爸妈等中老年用户 也能轻松上手 扫完的图还会自动生成 3D建模和户型估算 也算是在趣味性上做了一些提升 在镜图前还会贴心的提醒 家中有无楼梯 有无长矛地毯 有无宠物的 冠遍无楼梯模式后 会轻微的损失一点跃照能力 勿扰模式会在设定时间段内 关闭部分语音和基站灯光 调整部分高噪声的功能 高海拔模式建议在海拔高于 2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启 会提高风机功率 以应对稀薄的空气 有宠家庭则会智能调整 承担和城河的维护洲机 还可以选择更快速的 边扫边拖和更彻底的 先扫后拖模式 讲完软件就该看看实际效果了 云金这次官方说法是 犀利高达7800帕 支持四档调节 降噪 标准 强劲 超强 实测降噪模式下 距离1米处扫地噪音56分贝 还是可以接受的 超强模式实测66分贝 这个就可以看需求选用 我们准备了一些常见的厨余垃圾 泼洒在木地板上 规定一片区域让机器人自主清理 大米等中等颗粒物的清理能力 基本没有问题 比较细小的颗粒 如标准灰 就要切换到超强模式了 如果打扫的比较频繁 标准模式就足够应对日常浮沉 为了解决圆形机身不好打扫边缘的痛点 在沿边缘清扫时 机器会自动向右靠近边缘 左边边刷130转每分钟 右边边刷350转每分钟 高速旋转的右边刷将边缘垃圾 扫至机器机身中间被吸入 低速左刷对垃圾进行了查漏补缺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垃圾被打飞 中间这个滚刷还是有设计的 官方名称叫气旋导流式零缠绕滚刷 采用一头大一头小的微锥形胶毛一体设计 单旋臂固定 一般毛发都是容易卡在两边轴承的地方 云金单旋臂的设计就少了一个轴承 毛发多的时候就会流向细的一侧 直接送到细尘口 没有轴承的阻碍 就不存在大量毛发缠绕的问题 是个很不错的设计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毛发残留了 尾部这两抹布熟悉云金的朋友 可能就发现了 是两块祖传来落三角抹布 但这次升级成了雪尼二材质 支持智能湿度调节 运粘在拖步拖盘上 采用10毫米重合设计 且两轴联动相位错开 比传统圆形的拖步中间流一线的拖地效果要强了不少 拖地支持180转每分钟高速旋转 能够根据地面材质动态加压 模拟人手拖的更干净 除了常规拖地功能外 在贴边清洁时扭一扭模式能一定程度上 弥补圆形扫地机器人的不足 实际使用下来贴边的清理效果也很不错 扫拖同时模式下 在进行紧自录清洁时 以清洁一侧边刷会自动停靠底盘收起 未清洁一侧会保持130转每分钟的清扫 避免沾有灰尘的边刷 与湿润的干净的地面接触 进行二次污染 云金还有一个不错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超级大脑 应该指的是清扫策略 比较实用的是自动识别脏屋 自动配置清洁参数 重屋去自动复扫复托等 比如对长时间为清洁房间 扫地两次吸力加一档 对厨房阳台重屋房间 扫地两次吸力加一档 湿度加一档 这次的这个清扫策略 应该是根据本台机器人的清扫频率决定的 但是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像我们工作室的拍摄间 的确很长时间没有清扫 灰尘也比较多 它就确实是老老实实的扫二托一 机身前方的半圆形塑料尾档 则是碰撞传感器 侧边开的孔是留给结构光 延边传感器的观察窗 配合正前方的结构光避障传感器 采用双向3D结构光技术 只要不是特别低矮的物体 面对复杂的家居环境也能够灵活穿梭 通过红外摄像头 我们能够看到它只有两条激光 虽然很宽广 但是立体性一般 不过好在并不依赖视觉算法 在黑暗环境下也能保持和白天一样的逼章效果 把云镜这次翻过来 边缘的五个观察窗 都是红外防跌落传感器 遇到楼梯会自动调整清扫路径 避免机器坠崖 但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箭图过程中 虽然能够很好的识别悬崖 但到了清扫阶段又会掉下去 但红外传感器却是一直在工作 建议高低差复杂的家庭 还是该设置虚拟墙和静扫区 完全依赖传感器和算法 还是会有点问题 正前方红外传感器旁边这个缺口 则是超声波地毯识别传感器 能自动识别地毯区域 根据地毯类别提供四种清洁模式 两侧的卡扣是边刷安装孔位 十分贴心地染上了不同的颜色 安装边刷时 只要保持颜色一致 即可正确安装 其实就算装反了也没关系 抓住刷毛向上一拉即可取下 两个驱动轮最高支持20mm跃跌 轻松跨越低门槛 机器人清理完成后 并不意味着云镜这次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无尘基站的工作 此时才刚刚开始 如果使用沉带 基站会自动压缩毛发以节省空间 毕竟严偿消耗频的使用寿命 也就相当于变相省钱了 脏污感应系统能检测脱部污水的脏污程度 重污自动复洗 这个是基于水的浑浊程度进行检测 对于咖啡可乐等重颜色的污渍 确实会洗很多次 但牛奶等浅色污渍的话 可能识别效果就会差一点 40度的恒温烘干 相比于其他浸品 温度不高 但达成率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从结果来看 还能烘得比较干 除此之外 还有成和易军 强力烘干等功能 都很实用 如果你买到的是上下水版本 则会有智能上下水 我们这个水桶版 则需要手动换水 刚开始可能没感觉 但是使用长了就会发现 它的清洗有些过于频繁了 每次开始清扫前就要洗 基本上洗10次左右 就会提醒换水 要知道拖50平方米的屋子 算上开始结束 就要洗三四次拖步了 如果家里条件满足 还是买一个上下水版本的吧 确实会方便很多 总的来说 这款云金这次 在保留了自家拖地强项外 补齐了上一代扫地的短板 搭配业界主流的避障和自家智能算法 可以让你解放双手 日常家具清洁也完全足够 丰富的配件也能够满足 全链路雏君一清洗等需求 剪接圆润的外观 放在家里 颜值也很高 不知道你是不是会选择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是否会选择云金这次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有关的观众 不要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晨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